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欢迎收看这期新闻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杜立说 法治是社会的基石 多个情况都证明法治在香港真实存在 他认为法治与社群意识有直接关系 学生如果要成为未来领袖 要学习包容 尊重和妥协 建立社群意识 张福谦报道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杜立出席一个教育界论坛 他在致辞的时候说 法治精神强调追求自由和权利的同时 要尊重别人和社会 莫生要成为未来的领袖 要学习包容 尊重和妥协 建立社群意识 法治的法律是一名的脑袋 和我们的社会 都是我所谓的意识 这是我所谓的意识 的意识 如果我的学生 能够正确认为自己的领袖 成为未来的领袖 一意识到社会 有關法治最常見的問題是法治的涵義 和如何證明法治真正存在 馬道立提到基本法確保港人 享有投票或參選等的基本權利 以及言論、宗教、新聞、自由等 證明法治在香港真實存在 而在香港法官的誓詞中提及他們要守法 秉持操守、正直處理案件 這些都體現到司法獨立的關鍵 NOW TV記者 張福軒 報道 香港資專設計學院學生不滿學校違反承諾 沒有跟學生會面在校內破壞 幾十個防暴警察在資專設計學院門外戒備 他們帶備長槍 但並未進入校園 校內就有人在院長室內投擇燃燒物品 令院長室煙霧離慢 室內地毯被燒至昏黑 部分電器用品也被燒焦 門外也有被燒過的痕跡 電腦室的電腦被人破壞 亦有人將院長室的名牌拆走 放在廁所門的把手上 學院副院長王偉祖 昨天與學生對話時 承諾今天會交代是否能公開一段 陳彥霖生前在學校的 六分鐘閉路電視片段 但校方今天就以安全考慮 未能進行和平有效的溝通為理由 取消同學生會面 另外校方說 因為校園被破壞要緊急維修 下午和晚上停貨 部分學生就在校內設立收集站 希望以一人一順方式 要求為陳彥霖召開四人庭 他昨天有實雅實恥地說 一定會在這裡見我們 我初來都想 院長昨天都說暈 當他真的不舒服 他不來沒所謂 那你副院長都出來見我們 誰知道副院長都沒有 你一個代表都沒有出來 這樣就絕對不可以接受 其實大家都是學生 有沒有必要要帶到去槍 聽說是有棋手 一定有槍有防暴 那麼多警車 其實到底是為了些甚麼呢 一批理工大學畢業生 在校園內抗議 說李大校長藤錦光政治審查 蒙面無致 立法無理 我有權 戴口罩 幾十個畢業生穿著畢業袍 戴上面具 在校內高叫口號 以及唱反修例歌曲 有人打扮成卡通人物 又戴上國家主席習近平 肖像的面具 他們之後拉起橫額 又恨至理大的行政大樓 在門外宣讀宣言 華校長藤錦光在畢業禮上 拒絕同戴口罩的畢業生握手 是政治審查 批評他因為政見 將學生拒諸門外 立下極壞先例 全體法文議員 就禁蒙面法司法覆核 發起眾籌活動 期望在三個月內 能夠籌到385萬 以應付龐大的法律開置 緊急法 究竟在香港 究竟是不是合憲 合法和合程序等等 都是全部息息相關 亦都是對香港市民長遠來說 究竟在香港 究竟是政府可以幫我們立法 還是由立法會去立法 這些種種的環節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有機會 使市民可以一起參與 以及支持我們這次的法律行動 議員 大家會共同承擔 總共150萬的律師費 但這個數目 我恐怕是不夠的 因為就算誰贏誰輸都好 我相信兩方都一定會上訴 至上訴庭 甚至是終審法院 案件將會在星期四 在高等法院開審 陳淑莊說已經邀請三個回計界人士 作為眾籌計劃的信託人 所得款項都會用於訴訟費用 包括到英國索取 使用大律師的法律意見 如果完成整個法律程序之後 仍然有資金剩下 他們會將餘下的款項 平均分給守護公義基金 和612人道支援基金 紀協申請司法覆核 挑戰警方妨礙傳媒採訪 和對記者使用過度武力 高等法院開庭作指示聆訊 紀協一方同意 就辨認警員身份的部分 和其他案件合併處理 曾俊豪報導 紀協早前申請司法覆核 不知警方故意妨礙傳媒 和向記者使用過度武力 有情交十三個個案 包括警員辱罵記者 故意遮擋記者視線 向記者發射催淚彈 橡膠子彈和布袋彈等 法官周嘉明指出 這些個案涉及對警方的指控 相信警方必然提出反對 到時法庭有可能要就 每宗個案的證據單獨審理 亦都要傳召證人 估計要幾年時間才可以完成 但法官認為今次司法覆核 要越早處理越好 建議今次案件 針對處理原則上的問題 包括警方是否有 協助傳媒採訪的責任 如果有 責任範圍又應該去到甚麼程度等等 代表記協的資深大律師 戴啓斯沒有反對 但警方的代表則質疑 記協應該就每宗個案 提交額外的層次和證據 再交由法庭裁斷 法官未能即時決定 決定額後處理 而針對記協司法覆核的另一點 辨認警員身份的問題 法官認為 法院早前已受理 三至四宗同類型案件 並且排期到明年三月零訊 建議將這幾宗案件合併處理 雙方都沒有反對 但就警方早前推出的新機制 等警員帶上百卡標記行動符號 記協一方表示 已經要求警方提供更多詳情 等他們判斷新機制之下 行動符號是否確實容易辨認 理解和記低 以助識別警員身份 法官周嘉明有指 將會和其他爭議辨認警員身份案件的 代表律師溝通 如果他們都沒有反對 就會將這些同類型案件合併處理 NOW TV記者曾俊豪報導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說 即使被取消參選資格 仍然會在國際社會參與政治 這樣做對中央政府或造成更大壓力 他又考慮提出選舉情情 陳健敏報導 黃之鋒成為唯一一個人 因為政治聯繫和主張 被裁定區議會選舉提名無效 黃之鋒說 表明不提唱統支持港獨 仍然被取消資格 反觀其他人說香港有獨立條件 就可以順利入閘 反映決定是政治篩選 即使他終身剝奪我的參選權利 他可以混我入監獄 他可以令到選票上未來 永遠不會有黃之鋒的名字 但實際問題是 我繼續會有我政治上的參與 不單止在香港 更加是在國際社會 所以我昨天臨訓前也說了一句 他不讓我踢地方賽 我便踢世界盃 到底哪件事會令北京有更加大壓力 這是他們自己判斷的 黃之鋒說 很大機會提出選舉情請 會要求政府公開律政司 給選舉主任的法律意見 港大法律學院首席港師張達明 認為選舉主任做法隨意 不符法治 這樣審視你是一些的言論 甚至你公開首認了你是會提倡支持港督 他都嚴私感染 然後用不同的理由就說 我是不信你的了 你這樣說都是骨子類都是港督 等等這些東西 我們真的住在香港的內力 如果不是這件事情的變化 我們完全沒有辦法想像 在選舉裡面 選舉主任的決定很簡單 因為是行政部門來的 而本身是資深大律師行會成員湯家驊認為 眾志提倡的主權在民 未必符合擁護基本法的要求 其中特區擁護基本法 大家自己可以作一個判斷 他又說高等法院已經先後三次 在法律上釐清了選舉主任的權力 反問是否三次裁決都違反法治 NOW TV記者 陳健文報導 國務院港澳辦認為 政府宣布黃之鋒參選區議會提名無效的決定 具充足事實和法律依據 又說黃之鋒是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的禍首之一 李同音報導 黃之鋒參選區議會被裁定提名無效 國務院港澳辦發稿回應事件 港澳辦發言人楊光指 特區政府的決定 具有充足的事實和法律依據 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和基本法有關的規定 確保區議會選舉的嚴肅和公正性 又對特區政府的決定表示贊同和支持 楊光又指黃之鋒多年來大肆宣揚自決等港獨的主張 公然否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在反修例風波中頻頻黑球外國勢力的干預 是挑戰一國兩制底線 和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禍首之一 從根本上就不符合參選人需要擁護基本法 和效忠香港特區的資格要求 而新華社就以黃之鋒們 反中亂港必有代價為題發表評論 指黃之鋒是以抵毀和惡意曲解選舉主任 於法有據於理應當的決定 試圖將法律問題政治化 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 亦為反對派造勢 又形容香港眾志是一個鼓吹民主自決的激進組織 環球時報的社評就提到黃之鋒 每日做的事都是要讓香港脫離基本法的束縛 若果他進入政治體制 將會發出香港是可以合法脫離中國的信號 又認為黃之鋒是以批判基本法 從根本上否定基本法的權威和程序正義 他和香港的建制已經不存在任何的折口 好,騙QB記者,你和尹波鐸 下一次有國際消息,最後見 果然是平時不聲不聲 一來就嚇你一怕,是否開心 究竟甚麼事 我姐姐她…她打掃 怎樣吃了?很習慣你 我怎麼頂到下班 真是乖,是我的代表 你有信心令我不後悔放任五雪 對我來說,現在的吉五雪 是最十全十美的 德國保程軒,先熱情地 打掃霸結局片 今晚8時半,ViuTV 不知道哪種理財產品最適合你 GoBear幫到你 GoBear,一按鍵就幫你比較 各種信用卡 私人貸款和保險等理財產品 一切就在你掌握之中 馬上點進去GoBear.com吧 今晚驚喜特價在App等著你 想找投資良機 先學風險管理 投資穩性之道 要靠專業分析 24K財經,96台 ViuTV6 慢著,是否播出上一季 透過這個比賽,MIRROR會重組 誰沒有信心可以留在MIRROR 循環再造星,隨時一片敷屁 你還需要參賽者嗎 眾所周知,你唱歌也比較弱 你們過去一年的表現 在48位參賽者心目中各有高低 排第12的是 《全民造星2》 今晚10時半 ViuTV 回來新聞時間 美國波音公司行政總裁 首度出席國會聽證會 就737MAX客機空難道歉 同承認犯錯 同時有消息指 一個波音經理 在空難發生之前 因為安全考慮 曾經要求停產737MAX客機 趁崔庭報道 波音公司行政總裁 米倫伯格 首度就兩宗 同737MAX客機空難 出席國會聽證會 一日是印尼獅子航空空難一周年 連同今年3月 埃塞俄比亞航空空難 一共奪去346條人命 由死難者家屬 帶同致親的遺照到場 堅證米倫伯格 親口道歉 我們已經做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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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改善 我們在學習 我們繼續學習 他說波音已經從三方面 改善攝氏的自動防失速系統 承諾不會容許悲劇重演 當名議員批評 波音沒有在機師手冊和訓練 提及防失速系統 如同設下失事陷阱 又就早在2016年 有是非機師在內部通訊中 反映防失速系統瘋狂 和異負尋常連番質詢 繼參議院商務委員會 米倫伯格稍後再到眾議院 運輸及基建委員會聽證會解惑 委員會主席說 一名波音經理 早在私航空難之前幾個月 曾經基於安全理由 要求暫停生產737MAX客機 亦有涉物者指控波音 為求減成本而犧牲安全 預計將會成為聽證會的焦點 波音估算737MAX客機 自3月全面停飛至今 帶來的財政損失增加到9億美元 波音今年第三季利潤大跌五成 同時可能面對至少150宗 凶難死者家屬提出的訴訟 NOW TV記者陳翠廷報道 美國眾議院的彈劾總統調查 首次有聽過總統特朗普 和烏克蘭總統通電話的 白宮官員作證 他說曾經就特朗普施壓 要求烏克蘭調查民主黨 總統參選人拜登 兩度向上級報告表達憂慮 馬上映報道 首名在任白宮官員在彈劾總統調查作證的 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烏克蘭專家溫德曼 在烏克蘭出生 3歲移民美國 參軍超過20年的他 穿上整齊軍服 但上因為在伊拉克服逆時受傷 獲頒的紙心勳章 來到閉門聽證會 在開場聲明中 昏德曼表明愛美國的心 說曾經兩次對總統特朗普施壓 要求烏克蘭調查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拜登 向上級報告表達憂慮 第一次是7月10日 美國和烏克蘭國安官員會面 講到安排兩國總統見面時 美國駐歐盟大使桑德蘭 提出烏克蘭要調查拜登父子 昏德曼向桑德蘭表明 他的言論不恰當 第二次就是7月25日 觸發告密投訴和彈劾調查 特朗普和上任烏克蘭總統 無奈的澤連斯基的那次通電話 昏德曼是少數獲准 聽著電話對話的白宮官員 他認為對話內容令人非常不安 要求外國政府調查美國公民 是不恰當 最終會損害美國國家安全 據報議員有追問 通話的文字記錄有沒有被刪改 以及為什麼儲存在最高機密電腦系統 而那次據爭議電話通話的目擊者 在第一身作證 溫德曼的證供被視為有份量打擊特朗普 特朗普回應說 不知道溫德曼是誰 質疑他有沒有聽過那次電話 特朗普面對彈劾調查的壓力越來越大 民主黨公開八頁決議文本 確立下一階段彈劾調查的程序 詳細寫明由眾議院情報委員會 主持公開聽證會 兩黨都可以傳召證人公開作供 之後提交報告給司法委員會 研究草擬彈劾條款 特朗普的律師團隊到時可以再傳召 和提問證人 決議星期四在眾議院傳院表決 白宮重申 彈劾調查是不合法的騙局 NOW TV記者 馬上報導 美國商務部官員說 仍然在考慮和檢視 審查電信業供應鏈的規定 規定被視為華府針對中國電信設備商華為 同時為實施禁止美國企業 使用華為產品的行政命令鋪路 規定原本在今個月初公佈 但商務部官員出席活動時回應 仍然在草擬規定 也未有交代何時會完成 白宮在5月發出行政命令 要求商務部草擬規定 商務部同一日以國家安全為理由 將華為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 禁止美國企業在沒有特別許可證下 出售科技產品給華為 由入口到出口實施全面封殺 商務部仍然處理 超過200宗許可證的申請 未提供批出的時間表 這次新聞報道完結,再為 有部電影想找一個 懂得跳拉電舞的女主角嗎 你就扮演你學跳舞 親近我,打算勸我復出 如果你跳得好 那部電影… 可以 雅慧姐,你好 你好,導演 雅慧姐 沒有胃口 我不習慣跟別人分辨 你跟她之間會否有點不愧 最依賴的朋友 竟然在你背後勾引你老公 娛樂風圍,今晚8時,ViuTV 每天上班時等放假 隨時就飛,永安 用程式訂機票,即時確認快甲底 訂定深水的酒店 吃東西購物最方便 其實人人心裡都很想飛 用永安旅遊程式 立即訂,立即飛,想飛,就飛 堅持父親醫道為民的精神 專注研究疲勞與疼痛的關係 結合約療、治療、理療於一點 大部分的疼痛是沒得醫的 但可以管理 以中醫治未病的優勢 醫治都市人疼痛的問題 磁力按摩,重新深層 全新哈根達斯,歸節限定 陰陰麻糬 遇上法式超堂布丁 另有北海道紅豆口味 Love like nothing else 今季的猜響地租通知書已寄出 通知書已計算猜響寬減 最高1500元,地租是無寬減的 記得在10月31日畫之前繳交 否則要付過期付加費 假如還未收到通知書 請打2152-0111 通知差在物業股價處 繳納人資料如有更改 例如頁權改變等 亦要儘快通知股價處 政府預告星期四公佈的第三季 本港經濟數字 本地生產總值會錄得按季倒退 即是會出現連續兩季的負增長 被思維繫技術上出現經濟衰退 那與經濟衰退有甚麼不同呢 在一般接受的定義上 連續兩季出現本地生產總值 即是GDP按年倒退 也即是收縮 會被視為正式的經濟衰退 連續兩季按季收縮 就稱為技術上出現經濟衰退 按季和按年是分辨的重點 通常技術上出現經濟衰退 是真正衰退的先兆 看回香港至1990年的經濟數據 在97至98年出現金融風暴 本地生產總值分別在97年第四季 和98年第一季 按季倒退2.7%和2.4% 而連續兩季出現按年倒退 在98年第一和第二季 分別跌2.7%和6% 到99年第二季按年增長才恢復正數 而千年後科網泡沫爆破 亦出現過技術性衰退 先於正式衰退的情況 但負增長並不算嚴重 03年沙士時期 又出現過技術性衰退 但本港GDP按年倒退 只是出現了一季 不算正式的衰退 比較長時間的衰退 是08年金融海嘯 技術性衰退亦先於正式衰退 正式經濟衰退持續四季 最差GDP跌7.8% 技術性衰退有一定的前瞻性 而在學術界 對經濟衰退有更嚴格的準則 例如在美國 有一個非官方的機構 國家經濟研究所MBER 線後有16個 莫諾貝爾經濟學長的經濟學家 擔任研究員 研究所會宣布 何時進入和走出經濟衰退 有甚高的權威性 對於經濟衰退有不同的定義 主要是要在幾個月以上 廣泛經濟活動有顯著收縮的情況 決定的經濟數據 不限於本地生產總值GDP 還有國民實質收入 失業率 工業生產 和批發零售數據 據這個機構的統計 美國自1785年 經歷了47次經濟衰退 包括1929年的大蕭條 研究所的結果夠份量 不過被批評嚴重滯後 例如2001年的衰退 要到2003年才宣布 別以為可以拍拖和結婚 你為何這麼快下班 離開辦公室的燈還在閉上 部長,現在已經是凌晨10點 我們其他人這樣做 是不會有出息的 你為何不可以努力一點 部長本來就是個 出了名的工作狂 他那是個工作狂 還是博相偉狂 為了這些所謂別人的目光 就要不擇手段嗎 這件事不可以就這樣就算 如果假裝不知道 下次又會繼續有這種事 新責法官 今晚9時半,ViuTV 轉換大Keeper 千萬不要去睡過 因為很容易會沒了一天 還有,千萬不要起床就喝酒 因為會令人太精神 還有,千萬別用太輕的電腦 令他經常拿到他四處走 加上配上銀色的外觀 加強他的時尚感 那麼容易襯衣 令他成為日常生活時尚的一部分 而且太薄了 太方便便可以放進袋子 逛街又拿著他 坐車又拿著電腦 我知道,你一定會覺得 如果經常拿著他跌到地上 怎麼辦 沒有,沒得擔心 因為ASUS ZenBook S13配備美國軍用標準認證 放裝、放真 完全沒有借口不帶他外出 還要電腦配有指紋識別系統 加上MX150獨立顯示卡 以及Intel Core i7處理器 隨時隨地都可以收拾相片 拍攝影片,想說休息一下也不行 所以千萬千萬別用 ASUS ZenBook S13 每天忙著上班,沒時間看著小朋友 有想過幫你小朋友 找一個24小時的貼身保母 他可以提醒小朋友去補習 當室佬?不用怕 他可以很聰明地告訴你 他們在哪裡 不用想了,有他就可以 我愛你關愛補智能手錶 SOS一鍵呼舊 聯想24小時服務中心 同步會即時通知你 而且還有很多其他功能 貼心照顧子女每一天 讓你安心又放心 香港地不是煩沒錢 就是煩沒時間 他為了錢,一望一望 琢磨事完全沒空處理 他大把時間 如其在家裡沒甚麼工作 不如試一下把時間換成收入 Helby幫到你 只要簡單輸入工作要求 設定價錢 附近的人就可以接單 大家各取所需,得了 完成任務之後 還可以為對方批分 找幫忙,找Helby 還不等?馬上找我們下廣告吧